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 我先问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听起来严肃的题目 但是我相信神有很多话语 应该给大家很多的帮助 我先一个问题开始 就是每一次主日来的时候 你最先会做什么事情 来教会啊 在教会 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 你每一次来主日都会做的 而且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做 有一个人会站在教会的门口 然后给你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周报 每一次来教会 我注意到几乎每一个人 手上都会拿着周报 那不只是我们教会 很多教会 几乎大部分教会都有这个周报 这周报上到底写什么 每一个礼拜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礼拜有什么大小事情 会有甚至之前的奉献 今天我们还有安静等候神的一些话语 但是有一个地方一直不变 有没有发现 有人一定会跟我一样 每一次都会看一下这个教会的异象宣言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教会异象宣言吗 在这个周报的上面 在这个周报的上面 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强盛的教会 就是很健康 健康就会成长 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滋养 我们充满了神的同在 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敬拜跟赞美 这个教会里面都有敬拜跟赞美 一直在我们里面爱心 信心 医治跟怜悯 我们有哪个地方软弱 我们哪个地方就得刚强了 神迹跟歧视在我们教会里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是我们可以很多进步的 我们可以很多在里面成长 修补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地方 但是后半部 后半部是什么 后半部是每位神的儿女都参与服事 后半部是一个回应 后半部是要我们去做 去遵守的 甘心接受门徒的训练 借着遵守神的大诫命 大诫命是什么 爱神 爱人 爱灵魂 有没有 耶稣有说 我们要尽心 尽性 敬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怎么样 爱人如己 所以爱神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然后我们爱人如己 所以这两个 爱神 爱灵 爱人 爱灵魂 这三个事情是我们要做的 这就是大诫命 另外一个要做的就是 完成耶稣的大使命 大使命是什么 就是领万人归向主 对不对 我想这个 我们大概在教会一阵子 就大概有知道这些事 可是我今天希望大家多来思考一下 尤其第二段 第一段我们常常求主 给我们一个教会 我们每次祷告会 我们就希望主给我们一个强盛的教会 给我们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但是第二阶段 我们怎么样的回应主 我们怎么样的来 这个达到 这个主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来愿意来服事 然后来达到 遵守大诫命 达到大使命 所以讲到大使命 我就必须要来用这段经文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相信在教会 如果你有来教会一段时间的人 你应该都常常看到 这一段经文 所谓的大使命的经文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 再好好地来读 好好地来想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我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所所吩咐的 这段经文你看到的重点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了 耶稣有各样的权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出去 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然后神告诉我们的这些救恩 这些福音 我们要告诉他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他再来的时候 这是大使命 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 这真的是大使命 这真的是大使命 我们在这边 大家在坐在这边 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 在这边这么久了 我们有多少人 带了万人来信主 有多少人帮人家施洗 我们读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好像不见得 不是我的感觉 好像这件事情真的很大 我要预备很久 我们才有办法达到 我这次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一直读 就是一直在预备 我看到一个 另外一个关键字 跟大家分享 它出现非常多次 在这段经文里面 你们 你们 有三次的你们 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神说你们 主说你们 其实他还说了一个他们 那个他们还是你们 耶稣见前来对他们说 他们是谁呢 耶稣上十字架之后死了 三日后复活 他在离开世界 再次要离开世界之前 他对十一个门徒教训 所谓的大使命 这不只是对在场的门徒 在场有十一个门徒 而是要到世界末了 他其实是对每一个门徒 包括我们 耶稣这十一个门徒 那时候你可以想象 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在加利利都会起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 有人有质疑 他就算看到耶稣 他亲眼看到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他又看到他复活 还会质疑 所以耶稣讲的这篇道 要大家遵守 你就知道这个道是多重要 也多不容易 但这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最后其实 除了约翰以外 都为主殉道了 但是这十一个人 现在你我会坐在这里 其实跟这十一个人的努力 是有关系的 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基督徒 有人说有21万 21亿 22亿 23亿 100个台湾的那么多人 也包含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是因为这十一个人 才有机会 听到福音 这个使命 不是给这十一个人 如果是的话就没了 也不可能到 这么几十亿的人 这个使命 就是一个 持续性的 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该参与的 是一个进行中的使命 一直到世界的末料 所以这个重点 我这次这样读读读 我就觉得 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思考 这个你们 你们是什么 你们的意思是什么 是每一个人 是很多人 是一群人 是我们所有的人 你们 我就在想说 耶稣如果在现代 他会怎么讲 我最近做一个研究 其实 就是我真正的研究 Research 我的工作是研究 研究工作 我们在做一件 一个研究 叫做重包的研究 我想坐在这里 大概没什么人知道 什么叫重包 这个重包 重包是什么 这个英文 所以有点怪怪的 他其实 大家比较听得懂 外包 有没有 外包工作 公司的工作太多 那我们有一些工作 就外包出去 例如说 我们是送邮件的工作 或者是清扫的工作 还是我们有外包工作 不是我公司的核心业务 我们外包的 找专业公司来做 美国 他人力比较贵 他可能外包到工作 给印度 可能做一些 这个客服的工作 他有外包 叫Outsourcing 英文叫Outsourcing out就是外面 Sourcing就是 那些资源 把外面的资源 引到 我这个里面来用 重包是什么 重包就是 Crowdsourcing 就是大众的资源 包就是source 就是那种外包 就是把那个资源 用这个大众的资源来做 重包可以把 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很困难的问题 在很短的时间 透过大家都 做很简单的事情 把它解决 因为很多Crowd 就是很多人 我想大家听完这个 大部分应该还是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张照片吗 黑黑的 这个我的电脑 打出来都黑黑的 要调整一下 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有字叫做 海地大地震 大家还知道海地这个地方吗 不知道 台湾有几个邦交国 你叫得出来吗 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邦交国 海地 海地在2010年的时候 大地震 那非常辛苦 因为那个地方的 那个建筑法规 没有很严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建筑 都整个散掉了 它有砖墙的建筑 它就整个散掉 那那个地震当然也很大 但是又发生在 海地这个地方 那个砖墙倒下来 人就在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地震完 也没有人再敢住在 还存在的建筑物里面 就需要非常多人去救援 那包括台湾 包括美国离他们很近 其实美国去帮了蛮多的忙 大家一起去救他 那再给大家看第二个 这张照片 有点黑 不过本来他们人皮肤就比较黑 右边是一个黑 应该是妈妈 应该就是海地的妈妈 在这个中间是海地的一个小baby 也是黑黑的 那左边是 大家看得出来是救难人员 在他们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救难人员 跟右边的 这个海地的灾民 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 他们困难就是什么 他们没办法沟通 因为世界上会讲海地语的人不多 不可能说全部送会海地语的人去当地救难 那当地他们的如果受比较好的教育 他们可能是法语 他们主张是法语 那因为海地地震以后 正好就是 他们的那些他们大学都倒了 所以他们把那年要上大学的学生或学生就送到国外去 他们怕他们的会说这几年这个人才会有断层 那正好有两个在我的班上 就印象很深对海地 非常非常温文如牙 然后很有气质 会受到很好的教育 那个地方的人非常的棒 但是这么多人去帮他 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去帮他 他们语言不通是一个大问题 他们语言不通常常遇到的问题是说 他需要什么讲不出来 右边的这个灾民 他需要食物或他需要避难的地方 他需要找某某人 他讲人家听不懂 左边的人要告诉他说 哪边有资源 你们应该去哪里领食物 应该去哪里避难 也讲不清楚 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重包的工作 叫做Mission 多少 4636 就是4636任务 4636任务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你打4636 当地那时候地震完了以后 手机还是通的 那你打当地你打简讯 你打4636 把你的讯息打到4636里面 那你用海地文打 后面就有crowd 一堆不知道哪里来的人 会去帮你翻译成英文 然后给当地的救难团队 所参考 所使用 所以他就有很多很多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 在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做很大量的翻译 所以这边就是一些翻译的结果 那这字有点小 而且我没有希望大家看懂 但是就可以给你看 这是一条就是所谓的一个crowd 一个人 众人中的一人 去做的一个小小的工作 他把上面黑黑的字 上面的黑黑的字是海地文 我们看不懂的 翻译成英文 还顺便做了分类 然后到底可不可以做行动 然后内容是什么 那这边他就一条一条列出来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说 我是谁啊 我没有食物啊 我没有房子啊 我的电话是多少啊 这样子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翻译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 只要是我会海地文 甚至我会用什么翻译软题 我就可以把你从海地文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把它传回去 稍微做个分类 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因为很多人都做 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想这件事情 如果交在我们各位的手上 可能一分钟就可以做一折 或者两分钟可以做一折 我们半个小时 我们可以做了一些 这些帮助整个海地的救难工作 顺利很多 因为沟通变得顺利 他们总共翻译了八万折的简讯 在短短的几天以内 那参与的人有49个国家的志工 49个国家 全世界才100多个国家 大概三分之一的国家都有参与 又会懂海地文 又会懂英文 有25%的援救费用 因为这样而省下来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微小的工作 这个微小的工作 加在一起 帮助到整个救难的顺利进行 而且真的帮助到人 重包有成功的要素 成功要素是什么 它就是要微小的任务 加上巨量的参与 也就是说 重包它要成功 这个mission要能够成功 它要把每一件事情 很小很小的事情切到 应该说把一个大的事情切到很小很小很小 但是很多很多人参与 它要把每一件事切到很小很小 然后很多很多人参与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耶稣在现代 祂如果要讲福音的工作 祂其实是把福音工作重包了 祂说什么呢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祂不是说你要去 或某某人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祂说你们要去 我们看到这一句话 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想法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不容易这么伟大 我如果要去做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我真的很爱主 那我一定要认真的培养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有这个能力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所以我们的心中会有一个这样的画面 有没有可以看得到这个画面吗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点 我们可能是其中一个点 有人是大点 有人是小点 那我可能还小 但等我长大一点 我就可以被派遣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可是这真的是神的想法吗 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祂希望我们慢慢在教会里面培育成长 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走出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是这个样的意象吗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主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 主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 而且是大家都参与 你是很小很小的点 你就动一点点 你是很大的点 当然你的能力 你的恩赐 你的才干 你的意象足够 你去做大的事情 主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 耶稣不是希望一个人使万民做门徒 我们读了很多伟大的步道家 他们能够走出去 让万民做认识耶稣 我们读了很多 我们不太容易觉得 我们马上可以达到那个程度 主耶稣其实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眺望起来 可以参与这个大使命 哪怕是很小的行动 大家动起来 大使命就会被成就 大家都动起来 每一个人都动起来 我想这个是关键中的关键 什么是微小任务呢 什么是微小任务呢 大家有看到那个小小的点 一点点的走一点点微小任务 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实际的生命的例子 所谓的微小任务 你听听看有多微小 我当兵的时候 我是在澎湖 然后我当御官 所以我们的寝室是两个 两个军官住在那个寝室 其实还蛮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套房 所以其实比台北市住的还好 然后另外一个军官就是一个基督徒 那个基督徒 那他是所谓的这个志愿义 就是职业军人 所以他是这个标准的这个训练上来的 所以那我是义务义 所以他们都把我视为是来夏令营两年的这样子 所以都不会交付我太重要的任务 但是我那个同事 他就会被交付很重要的任务 然后他做的不是太好 所以一直被骂 就一直被党官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然后每一次都是公开的 这个就是很连阿兵哥什么都在 就是当面这样羞辱他 那他回到寝室 我就看他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祷告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信主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在祷告 然后隔天又被骂 他就每天过这样的日子 就是这样 那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然后他礼拜天早上一定会去主日学 他是主日学老师 要去开车去载主日学的孩子 然后这样 他就这样 然后我就退伍了 然后过了好多年 其实没有很久以前 大概三四个月前 我一个同学找我 一个大学同学找我 他说他们 他现在在一个教会 一个年轻的教会 一对年轻的牧师跟师母在服事 在创一个新的教会 然后很辛苦 然后他们做很多这种弱势的这种街头 反正他们的mission很简单 街头上面在游荡的那些青少年 就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就把它通通收集来 他们做很多年轻人的事工 那我那个同学就是帮着这个牧师 所以他们的教会 基本上就三个阻力就对了 他说他牧师在做很多青年的事工 那希望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 我想说那牧师来总不好意思 我就跟他约一个餐厅 我说那我请牧师吃饭 我就到了餐厅 其实我就笑了 因为那个牧师就是我那个当兵的 那个我们一起住了两年 对 然后我们就聊起来那个当年的事情 我说我后来信主其实当年的那些被骂 我没有讲 因为师母怎么都在那 我就说当年那些事情其实印象我很大 他说真的吗 然后连他太太连师母都说真的吗 这个你不是说你在澎湖市灵性最低落的时候 他说对啊我那时候很低落 我后来都连教会都没去 然后我说那那 他说那那个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没有 没有跟我传福音呢 怎么没有跟我介绍呢 对不对 你都当牧师对不对 那你当年对 他就说我就看你不太可能信主啊 你就不像会相信的人啊 但是我要讲那个微小任务是什么 他只有做什么事情 他只有做他很基本的 就是他被骂也不是基本 我觉得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嘛 对不对 他被骂他能做的就是祷告嘛 对不对 他只做他基本的 他的一个很直觉的反应 甚至他只做 你拜天有去 这个我们放假出去玩 他不是 他去在主日学 然后带小朋友唱歌 他只做这个 我认为还蛮基本的 你一个基督徒去主日 可是对我当年的我来讲 其实对我是一个种子 是一个种子 我没办法说连到说 那个种子马上连到我现在的生命 可是绝对是一个种子 绝对是一个正向的影响 而且让我对基督徒有一个概念 对让我了解说原来 这个遇到逼迫的时候是祷告 而不是想办法去解释 等等 就是他让我更靠近耶稣一步 他有做到这一页 这是大使命的一部分 不见得要说出去 哇讲道 然后一万个人听 然后帮每一个人受洗 我觉得我们意象常常是会有点错误 会觉得说那样才是大使命 其实不是 其实这个你光是为自己受逼迫祷告 加上你主日有来 可能就是微小任务的一部分 那我想大家可以做比这件事还多一点 你可以为主做见证 你泄犯祷告 有没有人泄犯祷告不太敢太光明正大 很快地祷告一下 很简短 那我自己 我在主面前也认罪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大家都在讲话 想讲我要祷告 我觉得这个影响到大家讲话 可是我后来有一次 我自己在泄犯祷告 我同事说 你怎么不帮大家一起祷告 我觉得我好软弱 其实我可以每一次都说 吃饭了 我要泄犯祷告 我一起帮大家祷告好不好 其实这也没有很难 那就算不做这么大 你也至少自己泄犯祷告 你让人家等你一下会怎么样 那这个也是为主借助见证 那人家问你说你祷告什么 我就印象很深 我那个军官的同事 他就是他每次在我们当兵的时候 他祷告就被长官笑 然后我们就故意夹他的菜 我就说你看他祷告又蛮久的 大概一分钟左右 所以他就没声音 我们就笑他 我相信他在军校就是被校长大了这样 他就是为主站立 他就是只有泄犯祷告而已 得救见证 得救见证好像也没那么难 我刚才早上来的时候 我来不及我坐计刃车来 那个计刃车师师看我穿那么正式 他说礼拜天还要上班 我说没有要去教会 你每礼拜都要去 我说对啊 每个礼拜都要去 这是一个见证 然后他就说你从小的时候基督徒 你父母有没有 我说我第一代基督徒 我就可以讲一下 一分钟可以讲完 有得救见证 我们家来到这里 十分钟的那个计刃车程 我就可以讲一次得救见证 我还讲了很多别的 还问说你们都是去同一间教会 还是常常换 我说换教会可能是比较大的事情 那通常是不会换的 他就问我一些 我就讲了一些 那我不知道那个种子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他有问 主可能会用这些我讲的话去做工 又可以是这样啊 很简单你预备好 你就常常讲 为主发光 你可能传递爱 照顾忧伤的人 我这边特别想对男生讲 因为我是母亲 我最近又发现 尤其有带很多大专的男生 我觉得那个弟兄之间的爱 其实是很珍贵的 有时候不见得很娘炮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就是 最近怎么样啊 其实或者陪他一下 一起走一下 聊一聊天 其实男生有时候不讲话 尤其年轻的不太讲话 大家就一起打篮球啊 照顾忧伤的人 陪他打篮球 也可以啊 传递爱 那我想女生姐妹 当然是更擅长这一块 大使命 我这边要讲 不是等准备好 再出发去做 而是要把任务微小化 每天都做 随时都做 大家都动起来 大家都做 神会连结大家 大使命才会完成 我们不要再去想那个 等我长大以后 我再去做哪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 我马上要进到下一个主题 什么事情会影响 阻挡我们的 所谓的微小任务 什么会阻挡 我们的微小任务 这其实再下来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既然知道 每个人都要做 这好像也不是太深奥的道理 我们也知道说 小小的也都可以做 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难理解 但是什么是真正阻挡我们 为什么我们都动不太起来 为什么我们都动不太起来 其实我就一直祷告 我就想想我自己 为什么我很多事情 我没有做得很好 为什么我没有马上动起来 第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会以福音为辞 有看到罗马书上面写说 我不以福音为辞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句话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都会以福音为辞 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辞 如果我们懂一个道理 如果我会懂物理学 我会懂数学 我会懂法律 我会懂社会学 我会懂各样的知识 我不会以这个为辞 有人会说 我很了解数学 我来解释给你听 我很了解财物财经 我很了解社经的状况 我来解释 有人会讲这件事说 分享我的法律的见解为辞吗 没有人会把自己觉得 这个有的知识 跟我的理解为辞 更何况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好消息是每一个人 我们在这里面 真的是受益无穷的 我们这里面真的是 得到各样的恩典 我们为什么会在分享的时候 会有一种害羞 会有一种觉得羞耻的感觉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很不合逻辑的 而且罗马出来特别讲这件事情 表示说这个福音为辞 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的 我们还特别的要注意 我们要不要以福音为辞 要提醒自己福音本事 神的大能 为什么会福音为辞 其实有一派的说法 其实就是 这个撒旦 透过各种方式 把这个福音为辞的那种概念 放在你的心里面 觉得哎呦呦 你这样讲好像很丢脸 别人不是这样想的 这件事情会不会太迷信了 然后就是撒旦用各种方式欺骗你 让你觉得说福音很羞耻 这绝对不是属神的 这个意念 这个想法绝对不是属神的 是撒旦的 当然我们也有软弱 我们就 这个想法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待会我们回应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来祷告 不以福音为辞 因为这个是影响我们 愿意去做那个微小任务的 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绊脚石 挡在我们面前一个 一个石头 如何不以福音为辞呢 一个就是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够好 就是像这个罗马书上写的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跟神的关系够好 神的大能在我身上彰显 我自然讲错的话 我自然就可以不会以福音为辞 因为光来了黑暗就不见 你那些负面的黑暗的 不属神的思想就不见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是 跟神的关系要很好 那就不会以福音为辞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祷告会 我们祷告 我们自己的敬拜 就可以做这件事 另外一个我觉得 是我自己一点点的心得 我觉得也蛮重要 也蛮能够实行的 就是所谓的减敏感训练 就是不要太敏感 不要太敏感 笨一点 不要太敏感 减敏感训练 是我太太教我的 她说他们这种心理学的减敏感 就是例如说像我很怕伤狼 如果要治疗这件事情 那可能从很小很小看不到的蟑螂开始 叫我去把它捏死 然后两只三只到十只以后 我可能捏稍微看得到一点的 然后再中型的再大型的 到时候我就变得 减敏感 就是你把那敏感减出 怎么解敏感呢 就是想少一点 感觉不要放太大 就不会感到羞耻 像我先讲别的例子 因为我是其实还是一个蛮害羞的人 我个性就不是太随便可以 就是我就是有点害羞这样 我对这种public speech 就是这种对很多人讲话 其实我很紧张 我记得我小学有一次 好像写一个文章 然后投到报纸 然后刊出来 还什么 我忘记什么事 反正突然就是 那个校长就在司令台上 叫我的名字 说叫我到台上 然后分享一下我写文章的心得 然后那一次就种下我 每次都不敢上台的原因 因为那次我根本讲不出 我就说我就把它写一写 就放在信封里贴邮票就投出去 我记得我大概是讲这样 就讲得超烂的这样 然后我还有很多事都会觉得很羞耻 例如说 这个我 我记得我大学 研究所忘记 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没有出国 然后我们办一个国际研导会 然后看到一个外国的教授来 那我读过他的文章 所以我认识他 然后他就站在那里 然后我就很想跟他讲话 我站在旁边 我是工作人员 然后我就站在他旁边 然后后来他就跑来跟我讲话 说厕所在哪里 然后我就讲不太出来 哎哎 然后就在哪里 这样我就用笔的这样 我就以讲英文为词 因为我觉得我的文法还没有组织好 然后可能会讲错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真的是 是那种脸皮不够厚的问题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遇到我美国的同学 他原来不会讲中文 有一天他就说 我会说中文 然后他就修了中文课 他就说 我会说中文 我说 他说他修了中文课 然后他就讲英文 他就说中文课 我说那你会说什么中文 他说 我会接电话 然后他就开始讲 接电话 唯请问找谁 他不在 再见 他就讲这个 这其他都不会了 他就很敢讲 他说他会接电话 我觉得原来把语文学好就这样 就是不要太脸皮太厚 我还有那种脸皮很薄的 我记得我刚当爸爸 然后小孩刚生出来 然后推着小孩出去 然后大家就说 小孩 我很害羞 我觉得我是爸爸 人家会知道我是爸爸 我这样我也觉得很害羞 其实就是我太敏感 不好 传福音 或说要讲福音的事情 就是不要太敏感 你就去讲 我第一次讲也觉得很困难 越讲越讲越讲 就不困难 所以福音可能要练习 把神的救恩 用一分钟 甚至十秒钟 或是片段 也都可以讲 把自己的见证 都可以准备好 怎么样讲还讲得好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就是多讲 一定要一直多讲 一直多讲 你越来越不敏感 你当然 你就比较不会以福音为止 所以要记得 属灵生命要成长 就要把主的福音多传出去 多介绍出去 把传讲的福音越多 讲的福音越多次 越习惯 那你的生命也就会越完全 然后你里面也会长进越多 所以一定要为自己祷告 不要以福音为止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二个 什么阻挡我们的微小任务 是事物缠身 事物缠身 这件事情大家一定会 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是看到这个就觉得说 又来了 不要把事物缠身 我们要放掉一切 我们来追随主 放掉所有我们有的 就直接跟着主走 连家都不要回 我们看到圣经就是这样讲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事物 事物 它不会不在你旁边 我们觉得事物缠身 所以我们要把事物都减掉 都不要做这些事物 其实这不是这个样子 事物不外乎就是今生的衣食住行 如果你是学生 你有功课 如果你是大人 你有工作 你是妈妈 你要养儿育你 这一类的事情 并不是要戒除 我们不是要修炼成 这些事情都不关我的事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不需要穿 不需要吃 不需要把工作做好 不把孩子带好 我觉得这件事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 其实这些也是我最近 因为我们小组最近是比较外展 很多家庭小组 很多木道友来 他们其实蛮被卡住的 因为我们讲到说 我们要依靠主 不是依靠自己 大部分都会被卡住说 我工作在那边 我不去做 那怎么可能做 怎么可能主会帮我做 我还是要自己去做 所以重点不是说 把工作放在旁边 把孩子放在旁边 而是我们不要被工作缠身 所以重点不是事物 要把事物剪掉 而是不要被他缠身 不要被他缠身 最重要就是说 不要被他绑住 不要被他捆绑住 我们要吃要穿 这些是暂时的 那我们要吃的健康 穿的得体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 一定要吃到好的 一定要穿到好的 我们才觉得OK 我们才觉得 这个 别人才有面子 我想我们都不是要这样 那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不是要把它放掉 我们从来 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放掉 甚至在圣经里 有叫我们要 把工作做好 把家庭顾好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 而把这个中心点 从神的眼光 放到人的这个事物上面 人的事物上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注意我们不要被事物缠身 这边有写到说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那我们这边要很正确的知道说 不是说要把东西都剪除 而是我们不要被他 不要被他绑住 这句话真的是对我说 因为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直在对我讲 我这种俗事很多 走到办公室 重点又来了 就会放大声音 好 我可以换一只 我走到办公室 很多人就把我围着 然后要我问这个 问这个 要我做什么决定 出去开会 又一堆俗事 怎么样 跑东跑西的 然后回到家里 又有孩子 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唯一要解决这个 残人的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越多的俗事 越要 我们要re-center 就把神放到正中间 重新的对焦在神的身上 我们常常用那个电脑的地图 那个手机有电脑地图 你就要center 你要把自己的中心位置在哪里 你要找到 一定要注意说 你现在是不是中心的位置 是把神放在中心 如果我们把生活的中心 对准主 那一切事情就解决了 圣经里面有讲说 财主很难上天国 财主很难上天国 重点不是财主 我想说 糟糕了 那如果我很有钱 那我应该怎么办 应该照圣经把钱财统统丢给人 统统都分给大家 好 我们要把钱财统统都分给大家 我们才能够进天国吗 是这样吗 我们要 这个 银行里户头都没有钱 这样才算是不是财主吗 其实财主其实是重心弄错了 如果我们反过来是主财 你是财宝的主人 跟你是能够主导这些财宝去哪里的人 那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能够主财你把中心放在 把这些财宝你中心的去把它分配 分配到对的地方 然后让更多的人受益 那神要我们做的是这些 所以事物产生我再讲一遍 不是事物本身我们要减除 而是我们不要被事情绑住 不要被事情绑住 那被事情绑住 就会让我们阻挡我们想去做 然后很多所谓的微小的任务 我们都没办法做 第三个 第三个 也是我觉得第三个 我只有三个困难点 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在主面前也可以认罪 自尊高自信敌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字 对你们宣扬神的奥秘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经 你会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 他是预备好了 然后用很棒的言语去宣讲神的福音吗 是吗 不是耶 他自己就讲 他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经 所以我们如果是又软弱又惧怕 其实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我们不要把自尊放在前面 我们应该又软弱又惧怕 我们还是可以做 我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前几个月我在 我们带着孩子去美国出差 有一些工作 我去到西雅图 我之前去过那个教会 他们正好有那个营会 夏天的营会 很多木道友来 那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服侍 那我们就参加 正好时间可以 阴错阳差主就安排 我们就可以参加那三天的活动 很棒 在这个很棒的营区里面 然后大家就有课程 有游戏 然后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营地 所以他就会送餐来 然后大家就分菜就吃这样 那有一天 这也许连我太太都不知道 有一天这个师母 就是因为牧师出去工作 因为牧师有工作 他有他正职的工作 所以那是一个小小的教会 所以他就师母就说 你问我说 你可不可以来帮忙祷告 就是卸犯祷告 今天你来带卸犯祷告好不好 那我第一个反应就说 No 不要 因为我不会用英文祷告 那我之前有一次用英文祷告 所以带着大家做卸犯祷告 我就觉得很失败 我就觉得不要 我不要再做一次 而且那天那么多人 还有木道友 那么多人这样子 我就说不要 事后我觉得神责备我很多 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我们不应该为了 我如果是为了说大家没办法受益 我如果心如果是这样 我说No的原因是 应该别的人来祷告 这样子可能比较没有语言的隔阂 才会让大家都受益 那这样也许是OK的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是怕我自己做不好 所以我不要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 非常不对的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是我自己服事的经验 我服事大专团契 跟几位同工一起 已经一阵子 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团契很少人 很少人 然后那时候又还没有跟社青一起聚会 所以我们就自己带着吉他 然后在那边聚会 然后我们就是轮流 我们会弹吉他的弟兄 或姐妹会弹钢琴的 我们就这样子轮流诗情 有一次分配到一个 那个诗情的弟兄不是那么熟练 他的情意不是那么熟练 然后我觉得更糟糕的是 他的那个音准也不是太好 拍准也不太好 就是反正就是比较没有音乐性 所以那天带着那个敬拜 我就觉得那个 就是音准就不对 就各方面都不对 我就觉得不太好 但是尽量要祷告 希望说神还是可以用 然后让这个敬拜是神的敬拜 不会因为一个乐器不是那么完美就不好 过了几个月 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一件事 一个大专的女生跟我讲一件事 我真的很惊讶 他说他因为某一次的聚会 就是那一次 那一次的聚会 就是那个我说师哥带得很差的那次的聚会 他回转回向主 他就是他觉得主要他回家 他已经离开教会很久 他说主要带他回家 他跟我讲的那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说神真的是要教训我们说 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神所做的事情 就算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就算我们人看起来不完美 不好的事情 或不是太预备完整的事情 神都可以用 而且既然用我们团契不是说没有 每次的敬拜都很棒 就那一次我觉得不是那么完美 神就用那一次的敬拜 带这个姐妹回到教会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 神是用不完全的 就是这样子 你看到保罗说 他没有用高言大字讲得很棒 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争 用不好的佩服是神 因为神会把不好的会变好的 所以我们要学保罗 不要想我们要努力的把自己变成高言大字 我们要来传福音 软弱惧怕圣战精 保罗这么有学问都这样了 都会战精 我们何必等自己的自尊够呢 我们何必想自己的自尊呢 等自己有自信了再去传福音 反过来我们应该把自己软弱一点 我们自己不是太好没关系 别管自己的自尊 去做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做主的功 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讲了三个算是对我来讲是障碍 我相信大家应该在里面有看到很多 我们常常遇到的障碍 那该怎么做 我这边也一样举了三点 希望大家可以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很简单 开始动 耶稣在大使命的那时候讲说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关键字叫你们 你们 就是大家都要去 第二个关键字我要讲 去 其实就是你们去 所以今天讲的大使命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们去 如果就是英文的话就两个字 你们跟去 你们跟去 两个重要 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所以今天讲的重点 除了你们还是去 去是动词 重点是做 重点是做 那怎么做呢 我这边有两个想法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别等你准备好再做 不需要等你准备好再做 注意喔 主没有讲说你们去准备 有吗 有这样讲吗 所以你们要去准备 准备出去做 没有喔 主说你们要去 他没有跟这些门徒说 你们好好准备 要做大使命 没有这回事 你们要去 别等准备好再去 这是第一个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你如果觉得没准备好 没有关系 就去做 ok 第二个 也别 不要等他做完 这有点难讲 就是说 也别做好再结束 去做就好了 你不要想说你要把他做完 大使命嘛 你不要觉得说 你们要去死万人做我的门徒 然后还要让什么施洗啊 什么的 然后教训他们 不要想要把他做完 你们不用想做完 你只要去做就好了 神会连结大家把他做完 所以不要想要把他做完 不要做好 不要想要把他做好再结束 这边有讲什么 传道书写说 凡事都有定时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栽种的也有时 所以你不用去想说 我今天去做某件事情 我要看到结果 完全不要有这个想法 我刚才画那个图 有没有小小的 这就是箭头 我没有说有一个尽头 没有啊 大使命也没有尽头 直到耶稣再来啊 他没有尽头啊 你仔细去读那篇经文 他没有尽头 他只是要我们去动 去动 所以我们要重点是 不要想自己要把他做好 而是去做 不要问结果 那主就会成就 那主就会成就 因为大家会一起做 主会连结大家 去完成大使命 该怎么做 第二个 把问题微分 微小化 把它微小 从很小很小的任务开始 因为主的缘故 你可以给人家一个笑脸 犯前一个祷告 坚守主日崇拜 对我刚才讲的 对服事的邀约 如果有人邀你说 现在要做外产事工 就说是 没问题 你不用做完嘛 就是去做 我就每个礼拜 我就是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我去做 我不管结果 我就是把种子撒下去 你看 这边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说 讲完了主 主讲完了 他对西门说 这主亲自讲的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这很难吗 对一个渔夫来讲 捕鱼很难 这个故事大家知道 就是说 耶稣讲到 西门彼得的渔夫 他就那天捞不到鱼 主叫他说 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 结果他后面还跟主讨论 他说 这只鱼已经没有了 不太可能还有鱼 可是主叫他做什么 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他只做什么 开到水深之处 没有很难嘛 很围的任务嘛 对一个渔夫来讲 然后呢 把网子丢下去 这个也许 我如果在那个船上 搞不好我也会啊 我就把船丢下去 主做下面的事情 他们那天捞到很多鱼 捞到这个船都快带不下去 快沉下去 任务很小没关系 因为你不是在帮人做的 你是帮神做的 一点点的事情 你只要听神的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你把自己放到那个地方去 做神要你做的动作 你不用管 成果是什么 雅各书里面也有讲说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什么 行为也是死的 你有信心 我们今天在那边敬拜 主喔 好棒喔 主好棒喔 主最棒 很有信心 没有行为 抱歉 是不够的 就是我们身体没有灵魂 信心 就好像身体一样 没有什么 行动 没有行为 所以你没有去做 那就没有用了 信心重要还是行为重要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确定的是 信心一定要伴随着行为 所以你要去做 小小事情你要去做 做很小没关系 不用担心它的结果 最后一个 该怎么做 你有动了 然后做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心很重要 你那个心 你要主同在的心 我这边讲一个比较让大家鼓励的话语 主你跟你同在 你的心就是君王的心了 已经不是再是你了 因为你在服事的时候 圣灵跟你同在 你就是君王了 你是君王 我们常常担心 我们自己服事做不好 神会不高兴 好像说怕被客宿的人工一样 心里充满的惧怕 这个士庭反而做不好 还有就是说很怕被老板骂 主一定觉得我这样不好 有啊 这也会影响到我们服事 我们觉得 我们这样做 上次就是主要我做 结果我没有 我还迟到 我这个主一定会不高兴 结果我下次不敢做 那不行 你要有君王的心 我连迟到我还是敢来 而且我还做得很好 神跟我同在 保罗教我们不要讨人欢心 做别人希望我们做的 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事 像是讨人的欢心 不要讨人的欢心 我们要向基督的奴仆 从心里遵守神的旨意 靠神的旨意 那你做的事情 就会有神的大能在里面 如果没有连上神 如果我们只是说 开始动 然后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 没有神的同在 差很多 会差很多 因为没有神的存在 你一样做了这件事情 你一样把单张拿给别人 你一样跟别人讲耶稣爱你 你一样泄泛祷告 可是神同在不在的时候 那差很多 我有点难解释 那个差很多的感觉 不过我用一个 一个比较世俗的例子给大家看 这是一张照片 对不对 这是一张照片 大家不知道看得清楚 其实是 是一个飞机舱里面的一个照片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我预备这个奖商 我预备很久 所以我一直有什么感动 我就把它写下来 有什么感动就写下来 这是我在飞机上写的 就是我跟一个同事出差 我们两个做一个航空公司 他那航空公司有点 他一上飞机 他就会送给你那个毛巾 这边有那个毛巾 然后他就夹给你很烫 就是他如果夹给你很烫 我就会这样很烫 然后你就会插一插手 然后就放回去 其实就这样 反正不是太多航空公司做这个 不过东南亚的航空公司 很喜欢有毛巾 他们的文化这样 然后呢 那个我跟我同事就坐在那 然后我就看到 因为我们坐那个飞机 就是通常是两个走道 所以两个空中小姐 一起开始发那个毛巾 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讲说 你看 你看你这个 这两个人差很多 我说为什么差很多 然后一个有心 一个没心 一个就是都做得很好 都把那个毛巾放到客人的手上 然后客人都拿都没有掉到地上 那他也插完手 就放回去 都很好啊 可是你看喔 他就跟我说你看 一个就是有心 你看他会把它打开 然后让你比较好拿 而不是一根你不知道去哪里抓 他就跟我讲有心没心 同样做一件事 我刚刚讲说开始动 然后开始做事情 有没有神的同在 是有差的 人家看得出来 这当然不是神的事情 但是有没有心 有没有君王的心在里面 你是不是只是说讨好人家 去给别人的东西 还是你是带着神的大能 带着神的爱 所以怎么样有心呢 你就要跟神同在 就是你在服事的时候 祷告神跟你同在 你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 你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边我回到这张图 这张图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 万民做的门徒是每一个人都要做 你们然后要去 你们就是刚刚那个蓝色的点 每一个点各位每一个人 我不管你自己觉得你是大点或小点 主耶稣都把你看成一个点 看成你们要去 要去就是那个箭头 有人走这边 有人走那边都朝同一个方向 有大有小 每个人的才能不一样 主对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 我们该做多少就做多少 大家都参与 所以刚才那个正江哥有在呼召说 我们马上就有外展的工作 每一个人就应该要来做小小的工作 没有关系 但是每一个人都参与 你说你很忙 你刚刚生了孩子 你做一点点可以啊 打几个电话要几个人 一天做十分钟可以吧 忙到十分钟都没有 那七分钟可以吧 六分钟可以吧 总是微小 微小 神会用你那六分钟 无饼二鱼的神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如果活着大使命 我怕大家听了半天都忘记了 帮大家做一个课后整理 不要怎样 不要以福音为耻 待会一定要来祷告这些 不要以福音为耻 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走出去传福音 最困难的 第一个就是面对这样的困难 不要以福音为耻 我们可以怎么样 减敏感 我们可以怎么样 祷告神跟我同在 跟神的关系好 不要以福音为耻 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骗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走出来 破除这个捆绑 事物产生 很多的事情 当代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我们生活上的压力 经济上的压力 家庭 工作 客业 各方面的压力 都要去把它做好 但是不要把忠心放在那些事情上面 忠心放在神上面 你的事情就会被解决 自尊高自信低 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 这是我 但是我相信 我们人都有一些罪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绑住 我们自己做一件事 总是不希望丢脸 没有关系 保罗要我们丢脸 我们又软弱又惧怕 没有关系 我们要练习 我们要祷告 我们自己放掉自己的自尊 不要把这个自尊放在前面 把神放在前面 要什么 开始动 要开始动 就要开始做 你们去 你们要去 这是主说的 要去 开始动 动多少没关系 一点点的事情 开始做 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神可以做大事 做的不好没关系 才能不够没关系 只要有动 神都可以用 神要把 要这个 你拿出这个五丙二鱼来 就要彰显他的能力 他特别擅长在这个 这个五丙二鱼的地方 彰显神的大能 你准备得很好的时候 反而 看不出神的大能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还是可以动 一点点的动 神可以用 最后一定要 与神同在 有君王的心 君王的心 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同样在做一个服事的时候 神跟我们同在 我们服事人 不是要看他笑不笑 不是要感受他好不好 你去邀请他 他来不来 不要想说 这个好像是自己没有邀好 跟他关系不好 不要这样 你是觉得君王 我君王邀你来我们家做客 对不对 来我们家聚会 就要来啊 你不来 没关系我下次再邀 可不可以我下次再邀你 不会受伤 因为我是君王 我老板叫我来打电话跟你讲 对不对 你要来你就来 不能来 我下次再邀你 因为我老板说常常邀你来 勉强你来 我们聚会 这样可以啊 你有君王的心 你就不会做不来 你就不会做一做干掉了 靠自己干掉 好 那最后 最后我们回到教会的意象宣言 我们是不是从 大家再一起念一遍 我们看一下教会的意象 尤其我们再重新来思考 怎么样从这个意象 做到最后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强盛的教会 强盛的教会 其中充满了神的同在 荣耀 敬拜和赞美 爱心和信心 神迹 神迹和骑士 每位神的儿女都参与 不是甘心接受门徒训练 接着遵守神的大使命 来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 那今天这些分享 希望能够祝福教会 也祝福每一个人 谢谢大家